直发现男演员下班回家 发现空姐邻居醉倒在地 他出于好心把人送了回去 可就在离开室空姐 林梦却梨花带雨地拉住了自己 看着对方楚楚可怜的样子 阿东内心瞬间波涛汹涌 再加上刚刚和女友吵了一架心情不好 于是俩人推杯换盏越喝越多 结果最后谁也没控制住自己 喝着喝着就开始了造人运动 接下来的画面太过刺激 我就替大家看了 一夜的翻云覆雨过后 二人双双睡去 可半夜的时候 门铃却不知为何突然响起 阿东被吵醒后随手把抱枕丢了过去 这一砸果然没了声响 而他自己也清醒了过来准备穿衣服回家 可邻居却一动不动怎么都叫不醒 过去一看才意识到人已经嘎了 而脖子上还留着刚刚运动时造成的掐痕 阿东瞬间蒙圈 难道是自己失手杀了空姐吗 与此同时保安发现空姐家的门铃灯一直闪烁 林小姐 林小姐 看来刚刚那一砸不小心砸到了某个按钮 此时阿东掏出手机准备报警 可刚输入号码突然接到了导演让他试紧的消息 作为一个跑了十几年龙套的演员来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刚回复完保安就敲响了房门 阿东匆忙挂掉电话把房间音乐放到最大声 然后捏着嗓子说了一句没什么事 尽管听不太清 但由于今天晚上是七夕 所以保安也没有多想 确认对方离开后 阿东开始疯狂清理现场 抹出了和他有关的一切痕迹 包括桌上的酒杯指纹 以及掉在地上的毛发等等 就连空姐的手和嘴巴都擦拭了一点 幸好运动师做了安全措施 所以只要将现场弄得乱一些伪装 成小偷入室抢劫 或许这件事情就能稀里糊涂地解案 然而无巧不成细 就在阿东以为一切做的都天衣无缝准备离开时 恰好碰到对门的邻居下班回家 妮妮当场晕了过去 把人藏好后抱着女孩的鞋子 不知该怎么办 只能先忐忑不安地回家 阿东跑了龙套十几年毫无成就 幸好女友小鹿一直不离不弃 打着十几份工养活俩人 第二天一大早就发现男友心不在焉 阿东支支吾吾并没有将当晚发生的事全说出来 只告诉了女友自己禁副室的消息 小鹿满心欢喜准备晚上吃一顿大餐来庆祝 完全没注意到男友的状态依然很奇怪 小鹿上班离家后 阿东原本想去看看妮妮的情况 结果在楼道意外 听到邻居芳怡正在处理一台旧冰箱 阿东抓住机会溜进了妮妮家 女孩并非本地人 而是这一家的保姆来照顾老年痴呆的大爷 阿东把她藏在了房间床底下 此刻妮妮已经醒了过来 并祈求阿东放过自己 就在阿东犯愁该怎么办时 突然想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她慌得瞬间将床板放下 然后跑到门口偷听 原来是昨天的保安在叫空姐下去 对方好像提前叫了出租车来接自己 看到敲门没有回应后 一旁的房东大哥觉得肯定是睡过头了 可保安却觉得事情非常奇怪 昨天晚上按了对讲机 不回应敲门也没有开门 而且音乐开得超大声 如今又一睡不起 她担心会出什么事 在保安的劝说下 房东勉为其难地掏出备用钥匙开门 这才看到了已经遇难的空姐 随后警方赶到现场将尸体运了出去 看着死不明目的空姐 阿东心跳加速悔不当初 如果那天晚上没有去就好了 经过警方的出谷调查案子 果然如阿东所想被认定成了入室抢劫 不过负责案件的郭队一说完 这话就遭到学妹大文的反对 因为在她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入室抢劫的话 为什么不去抢更为方便的二楼呢 而且这是一个老小区 住户大部分都是老人和打工仔 小偷怎么会盯上这里 除此之外 死者脖子上的掐痕也是一点 若是途中被发现的小偷 为什么不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杀人灭口 而是要费尽掐死呢 更重要的是茶几上有两个杯子的水痕 但桌上却只有一只酒杯 这又该如何解释 而且受害人身上没有防御伤 也就是说凶手和死者是认识的 甚至有可能还一起庆祝了七夕夜 凶手跟死者是认识的 他们昨天晚上还一起庆祝 这什么意思啊 现场被布置成强盗杀人 是凶手小混淆视听 假装是外面人干的 不得不说大文姐的眼力镜可比郭队强多了 警方在空姐家收集完线索后 准备到对面的房间打听情况 一直偷窥的阿东瞬间吓破了他 匆忙钻进床底下用刀威胁小保姆 让他不要讲话 房东见敲门没有人回应后 便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俩人扶起摔倒的大爷 随后大文开始在房间里四处查看 突然听到床下似乎有小洞 他刚要抬起床垫锅队就急切地把他喊过去 原来大爷家的东西都被人偷走了 看来你偷完胡爷爷家要去林梦家了 只是偷东西有不要杀人吗 就说他没料到林梦会在屋子里嘛 那昨天跟林梦喝酒的人是谁 你不能用不在场的东西去证明 当晚有另外一个人在现场 所以酒杯会凭空消失哦 好好好 我们一下一下问 看你能不能问出昨晚在林梦家的那个人 走了 到头来郭队还是得听学妹的话 两人开始在小区里挨家询问有关空姐的事情 可最后打听出来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八卦 阿东抓住机会爬出窗外 准备通过阳台爬回自己家 结果恰好碰到有个小警员出来打电话 他只能躲在拐角处不敢乱躲 结果没坚持多久便脚底一划踩掉了一个金属卡 掉在地上的声音瞬间引起对方注意 幸亏掉到了床垫上没有发出响动 他迅速起身跑回了家里 然而很快郭队就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 他们在阳台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只女鞋 而这只鞋正是小保姆一一的 确认这一点后郭队更加坚定自己的猜测 小保姆偷完空姐家后顺着水管翻墙逃走 于是决定先回警局去查一下保姆的下落 不过大文还是觉得是有蹊跷 依旧在挨门挨户的排查 房东洪先生表示他跟死者并不熟 但他老婆洪太太却神色有意感觉隐瞒了些什么 四楼的方宜坦言他和空姐曾经就职于同一家航空公司 据他回忆出事前对方还来过自己家里按摩 当时空姐和往常一样并没什么误解 至于彼此间的关系也没有好到朋友那种程度 没多久便轮到了阿东家 他当然不可能如实相告 只说自己当天晚上去送外卖到十一点左右才回的家 心思一向敏锐的大文这一次却没有发现有点慌张的阿东 留下一张明天后便离开了 等全部警力撤离小区后 阿东帮方一把废旧冰箱搬到了楼下 但外边却用绳子紧紧绑住 还不让小区保安帮忙 等把冰箱运到郊外的一处废弃大楼后才发现里面关着泥泥 阿东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留下几瓶水和一些面包就走了 之后他来到剧组参加复试 但老爸对他的表演仍旧不满意 于是开始亲手指导激发出了阿东的真正潜力 我从来就不想要跟你长久地走下去 我想你应该早就知道了 而且我不想对你负任何责任 所以我一直不想去找你 怎么 你只会用这种廉价的方法吗 你有别的了吗 不要再烦我 我说了你不要再烦我了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其实父子俩的关系一直都不好 尤其是父亲和母亲离婚后 老爸更是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自己 所以阿东心里对父亲一直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 既希望得到父爱又怨恨他这么多年来不关心自己 正是这种矛盾心理激发出了他的眼睛 而与此同时郭队也从妮妮的朋友那里得知他母亲生了重病 正准备回家 本以为这就是小保姆的作案动机 但法医的鉴定结果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经过试检发现空姐体内含有大量鹅膏菇的毒素 和在酒杯上检测到的毒素一模一样 更巧的是小区里曾经有个小孩就中过这种毒 后来发现是孩子误食了附近公园长出的毒魔果 看来空姐真正的死亡原因和阿东没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他身陷其中该如何自证清白呢 面试结束后回到小区的阿东 从邻居那里听说了空姐是因中毒身亡的消息 于是他借口请郭队喝酒开始打听细节 据警方掌握的情况 这种毒素拥有潜伏期 所以和空姐接触过的人都有嫌疑 阿东把队长灌成烂尼偷看了公文包里的资料 在看到照片中酒杯上的图案后 才意识到当天晚上除了他和空姐之外 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 因为他的酒杯被掉了包 警方照片上的酒杯图案 和他当天晚上喝酒用的酒杯并不是同一支 原来那天晚上 这个屋子里面还有第三个人 你怕什么 我是被人下毒死的 又不是被你饿死的 所以 所以不是我 被人嫁祸却全然不知 而真凶就是这栋公寓里的某个人 万年灵眼阿东只不过与邻居公姐玩脱了身 谁料一夜激情后对方竟然断起身亡 除了不能被女友小鹿发现外 还得隐瞒身在现场的事实查出真凶 一想到这里阿东就一个脑袋两个大 不过这时偷渡船的船长打来电话 凌晨两点会有船靠岸 他打算先把错认为自己是杀人凶手的保姆 妮妮送回越南 然而刚到码头就发生了变故 警方从海巡署得知了偷渡船的事情 连夜开始在码头严加设防 看到变异警察后阿东便意识到情况不妙 拉着妮妮准备返回 我们要去哪里 不是要带我回家带我上船吗 警察你还没上船你被抓走了 警察在哪我没有看到警察啊 变异警察 就是没有穿制服的那种 你干嘛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阿东的解释并没有让妮妮安心 他还是决定去找警察说得清楚 结果拉着中车子失控翻下雾坡 妮妮也滚了出去 阿东本想看看有没有伤到哪里 结果被对方用玻璃扎划破了领夹 原来妮妮刚刚上厕所时听到了新闻报道 虽然法医在林梦身体里发现了大量毒素 但警方还是把死因归为窒息而死 而那双鞋子也成为了重要物质 妮妮因此认为阿东一直在说话 而且还利用自己的鞋子栽赃嫁伙 是你 是你累死他 是你 你是杀人救走 是你杀人救走 不是我 是你 你等我先回车吧 我的心里是 你等我等我先回车吧 你听我说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妮妮肚子被钢筋贯穿大出血 冷阿东把人送到医院门口时已经没了呼吸 就在他考虑接下来要怎么办事 公寓群里发来了各种恭喜 他出演电影《非杀人》小说男一号的消息 已经被媒体传了出来 而作为导演的父亲也在随后打来电话确认了这一点 眼看着演艺事业即将迎来转机 可自己偏偏和空姐死亡的案子绞在了一起 如今又死了一个外籍保姆 对阿东来说他根本就高兴不起来 同时女警大文也发现了之前郭队推测的漏洞 他亲自试过从排水管爬上楼 结果管道风化太严重根本支撑不住一个人的力量 没爬两步就摔了下去 所以妮妮偷完钱从排水管逃走的推测根本不成立 凶手下毒之后会装成窃盗入室 他离开的时候巧遇妮妮 所以才会连他一起绑走 灭口 大文的推测完全正确 可郭队觉得没有证据支撑这些就是凭空猜测 当务之急是赶快找到妮妮的下落才能搞清楚一切 师徒俩连夜走访了码头附近十几户渔民 都没人见过照片上的妮妮 无奈大文只能一遍又一遍探监口 从林梦出世的前几十个小时到后几十个小时全都看了个遍 当看到阿东往外运冰箱的那一刻 职业的敏感性让他意识到这并不是什么遗憾 于是迅速找到男主了解情况 此时阿东刚刚结束剧组第一天的拍摄 面对问询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表示确实是他将冰箱运出去 而且现在估计已经被报复了 大文看到了车上的刮痕 阿东解释是因为自己收到了面试通过的消息太激动 在转弯时不小心刮伤了 大文拍了一张照片后便准备去妮妮工作的胡大爷家再了解一下情况 可刚走到门口就被电梯传出的手机铃声吸引了注意 大文瞬间意识到之前大爷的哼哼声其实是一段手机铃声 他匆忙跑出大楼想确认刚刚听到的铃声是谁的手机 可楼下打电话的人实在太多根本确认不了 此时阿东借了朋友的卡车准备将冰箱从废楼拉到报废场 结果小鹿被封只能再想其他办法 晚上郭队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打算确认一下大文听到的手机铃声 结果刚开始就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胡大爷中风他能说什么 而且手机铃声大家都在不停地唤 光凭这一点就能锁定杀人凶手了 而且这么做会不会涉嫌侵犯人权 面对大家的质疑大文并没有停下拨打电话的角度 就在房东洪先生一家准备要走时熟悉的铃声响了起来 洪德安先生 8月20号晚上你是不是有去过林梦家 沉默代表了一切 在随后一对一的问询中才得知 林梦Q事前曾将洪先生的儿子接到了自己家中 因为他在上楼时听到了男孩被虐待的声音 后来才了解到洪与世一直都有精神力 经常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虐待 洪先生也知道妻子有病 但他为了几个月后的一员参选 一直不肯送妻子就医担心影响民情 林梦劝说无用后便威胁洪先生 如果不赶快送医的话 第二天就会把虐待这件事情捅出去 可谁能想到隔天人就没了 看到洪先生家是这种情况 大文也打消了之前的疑虑 就在他以为线索再次中断时 一个手机信号突然出现在了警队的监控电脑中 由于一直找不到新保姆 吴爷爷的儿子准备将老人送去养老院 离开前阿东和爷爷告别说 是他找传把妮妮送回了越南 此时正陪着他妈妈一起 尽管妮妮的死是一场意外 但阿东仍然心存愧疚 这么做大概也是想让自己心安一点 不曾想就在他和爷爷告别完准备去拍戏时 发现了一部掉在副驾驶家缝里的手机 下一秒锅对便带人将车子团团围住 原来警方是根据昨晚监控电脑中的定位信息找到这里 面对大文的询问阿东认为自己是被人栽赃陷害 他并没有见过林梦 接着大文又提到洪先生说他去找儿子的时候 曾在门口听到林梦用电话跟人吵架 对于这件事情阿东表示自己并不清楚的纪约事 而且洪先生有可能是在说话 总不能因为一部手机一个人的一句话 就认定自己是凶手了 随后大文又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凶手先是在七夕夜和林梦吵架 之后再到林梦家下毒杀人 跑走的时候巧云音音音 由于楼洞出入口都有监视器 于是假借帮邻居搬冰箱将妮妮运输社区 凶手不确定林梦的手机里面有没有自己的记录 便拿走了手机 面对大文的推测阿东轻蔑一笑 觉得这个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但却漏洞百出 如果按照洪先生的说法 那通电话应该是我打给林梦的 那请问手机上面的通话记录是我 没有那只通话记录 林梦把帐号删你 就说吧 这要么就是洪先生他在说谎 要么就是凶手删掉的通话记录 想要嫁祸给我 再说 要是我真的是凶手的话 那我干嘛还要特别打开手机 等你们来抓 我是白痴吗 你们根本就没有证据吧 阿东非常聪明地找到了大文推测的漏洞 替自己洗刷了嫌疑 虽然一醉从无阿东很快就被释放 但事情已经传了出去 小区里的人也对他指指点点 在看到小胖子在清洗父亲竞选的广告台时 突然想到那天和林梦喝酒时 两人曾在一张报纸上乱涂乱话还写了彼此 阿东瞬间慌地开始咽口水 幸亏之前记得林梦通常会把钥匙放在 所以很顺利地找到钥匙再次打开了 看着熟悉的场景 阿东脑子里瞬间过了一遍荡满的情况 意识到那张报纸有可能被塞到了冰箱 打开冰箱一看果然有块蛋糕下面垫着报纸 看来当时警方搜得还不够仔细 否则怎么可能会错过这么重要的线索 谁料就在他准备把报纸带走时 突然有人撬开门锁偷偷跑进来 阿东躲在暗处偷窥 发现男人进来在书架上找了一本书后就准备溜走了 结果就在这时 引起了对方注意 阿东被一拳揍趴在地上 而男人手里的书也在刚刚打斗中不知掉到了哪里 就在他四处翻掌时阿东拿起书准备揍 这个邱先生之前因为做生意破产被妻子抛弃 不得已才会搬来公寓 他要找的那本书价值八十多万 不光是出印版还有作者清笔签笔 只要卖了就能还清债务 而他之所以会知道这本书在林梦家 其实是偶然间发现的 事情还得从几个礼拜前说起 夜深人静寂寞难耐 他打开动作片网站打算逾越一下自己 谁料却在翻牌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照片书架上的这本书价值八十多万 小的是第二天书的女主人林梦便离其死亡 靠着手腕上一模一样的纹身图案 光头认出了死者就是动作片网站上的人 本想趁机把书偷出来卖钱还债 谁料被替罪杨阿东抓了个正招 二人表明彼此的来意后决定个退一步 谁也不为难谁 阿东不会报警说光头偷东西 而光头也保证不会把阿东 暗自调查林梦死亡案的事情说出去 阿东发现网上的那些照片拍摄距离很近 感觉像是男友视角 怀疑背后毒死林梦的人 极有可能就是前男友 他想复合但遭到拒绝 于是心生恨意不光将林梦艳照抛到网上 还下毒报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阿东反复查看那些照片 终于在一张袋墨镜的静脸照中发现了端倪 从镜片中明显能看到 942路公交车和一家摆在街边的炸鸡店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阿东坐着公交车开始一个站点一个站点地找 结果一整天下来毫无收拨 因为他忽视了炸鸡店的营业时间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后 很快便找到了镜片中一模一样的餐车 他的不远处便是一家酒吧 但店老板表示并不认识照片中的林梦 就在阿东陷入胶着时 桌上的酒杯引起了注意 这和他在林梦家用过的酒杯一模一样 这是你们店里面的杯子吗 这是我们不活节的活动啊 只要消费满餐 也加入会员 就可以用家购家购买 没有家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杯子 他一定是你们会员 我方便看一下你们会员资料吗 这有各自问题 我知道我只要看一下就好了 拜托啊 看他听跟谁来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真的不好意思 被拒绝后阿东并没有放弃 而是发挥了自己出色的眼睛 他谎称自己的姐姐和网友约会被霸王印上公文 之后还把果照散布到网络上 姐姐一时想不开选择了自杀 虽然现在抢救了回来 但依然住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不醒 所以想找到那个畜生为姐姐讨回公道 店长看阿东泪眼婆娑瞬瞬间新人 便将会员信息拿给他看 很快就查到了一个名为陈建仁的陌生号码 但打过去却一直显示是空号 不过注册会员用的邮箱名称却是林梦的拼音 所以他确定这个人一定和林梦有关系 于是阿东便以酒吧的名义给陈建仁发了短信 说林杰有一份礼物放在了酒吧 希望有时间可以过来取一下 发完短信阿东一直在酒吧等着 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小伙子 谁料对方一看到阿东便撒脱就跑 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人追上 他只是为了叫出我 林梦姐姐 没有 林梦是你杀的吧 怎么可能会是我 不是你 你在跟林梦交往吧 然后他跟你分手你不愿意 所以你就散布他的裸照 最后下毒害死他 我没有 阿东以为他就是凶手 结果话音刚落胎记小哥突然哭了起来 原来他因为脸上的胎记一直被霸凌了许多年 直到某天遇到林梦才得以脱离苦海 他将霸凌画面都拍了下来 还抽了霸凌者好几个耳光 小破孩吓得把腿就跑 随后又和胎记小哥拍了张合照 对外宣称自己是他的女朋友 林梦这么做原本是想让他彻底摆脱被霸凌的境语 但没想到久而久之 对方把这段假关系当成了真的 甚至还做出了偷拍的举动 后来被林梦发现后 便让他删了全部照片并中断了这段假恋爱 他还记小哥不愿分手 便心生报复把那些照片抛到了网上 而他的母亲正是之前提到的方言 那那个时候你跟他那么亲近 你应该知道他在跟谁交往吧 是你吗 我 你哪里的想法 昨晚回家 在警察场看到 妈 你记得你放在哪里吗 你比他每次都那么近过 直到现在 胎记小哥都记得当时对方的表情 若不是恨之入骨 怎么可能在人已经死了的情况下 还会做出那种事 阿东一时间不敢相信一向体贴温柔的女友会是这种人 可接下来胎记小哥的一句话让他无言以对 真的了解你女友 是什么样的人吗 阿东回忆起女友这几天的行为确实有些反常 从来不抽烟的小鹿开始抽烟 针对媒体报道的林梦案也是一如反常的表示 凶手要不就是太恨的要不就是太爱了 所以才会杀死第三者 女友犀利的眼神让阿东有些害怕 而下班后他也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跑到一家服装店买了和死者林梦非常相似的红色晚礼服 阿东本想去接女友下班 结果恰好看到就一路跟了过去 没想到小鹿竟然在和另外一个男人在约会 两人有说有笑举止亲密 窗外的阿东愣在原地头脑一片空白 等小鹿回到小区后已经下起了大雨 看到浑身湿透的男友没有任何心疼和愧疚 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阿东咎由自取 为什么要打扮成林梦的样子 没有一个女人会打扮成另外一个女人的样子 然后跑去跟别的男人约会 到底在干嘛 在选你啊 选我什么 选你跟林梦做的事 我跟林梦又没有做什么 你不要胡思乱想 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可不可以不要再说谎了 原来小鹿早就知道阿东在外偷吃 几天前和他一起在餐厅打工的大妈说自己看到阿东鬼鬼祟祟 一边打电话一边开心的笑 可等他走过去时却又慌乱的挂掉了电话 没几秒钟手机信息就响得不停 而偏偏当时又看到了内容 所有信息都是一个叫林先生的人发来的 小鹿从来没有怀疑过男友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 但同事的一番话还是让他难以安心 更没想到的是林梦竟然直接把阿东和他暧昧不清的事情讲了出来 并提醒小鹿和不爱的人睡在一张床上是人生最大的委屈 你跟东东在一起那么久 真的快乐吗 他还爱你吗 面对林梦的问题小鹿一时间语色 停顿了好久才强颜欢笑地表示他们在一起很快乐 你知道我在他手机里面的暱称吗 你是林先生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你觉得很好玩吗 我觉得你很可怜 我不想再看你傻傻被骗 你知道你家东东每次看到我 不用愿意想要把我吃恶的样子 你真的了解你身边的男人吗 不要太相信男人 受伤的会是男人 虽然被小鹿打了一个五香麻辣嘴巴子 但林梦并没有生气而是语重心长地告诉小鹿 你该打的人不是我 没成想第二天林梦便惨死家中死不瞑目 当天晚上小鹿第一次抽烟 他趁男友洗澡的时候偷看了手机 虽然相册和最近删除里都干干净净 但还是在自动辈分的网盘照片里 找到了阿东和林梦赤裸相对的照片 你删掉那些照片我都看到了 阿东想解释不过女友没有给他机会 小鹿之所以没有在发现照片的当时质问阿东 就是为了等他一个主动解释的机会 可过去了那么久依然没有任何表示 反倒是每天用谎言来搪塞自己 小鹿已经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 他迅速收拾好衣服和阿东提出了分手 我没有杀林梦 我可以解释 对我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没有杀他 你人还真好耶 你没有杀他你只有干他 你不要生气啊 我对不起你你不要走 小鹿对不起你 要我怎么做你才会原谅 你去自首 去自首我就原谅你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被通了 没有杀人是真的 没有回头路也是真的 因为阿东牵扯到的命案可不止林梦一条 还有因他而死的外籍保姆妮 女友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 而与此同时负责林梦案的郭队和学妹大文 在码头卫生间里找到了当时 妮妮准备逃跑时留下的泥脚印 经过土壤化验确定是杨明山的灰烬堂 大文猜测凶手一定是借助冰箱 将妮妮的尸体运到了这座山上 只要找到冰箱就一定能顺藤摸瓜找到真凶 然而杨明山实在太大 而他们手里又没有十足的证据 无法向上级请求援助 只能靠现有警局的人力排查 一整天的跋山涉水毫无收获 就在郭队准备回家时发现了醉酒的阿东 他把人扶了回去却不小心掉了一个文件夹 晚些时候小鹿回家拿大响的东西 结果在茶几下面看到了文件夹 这才得知男友卷入了林梦的谋杀案中 与此同时保安哥收到了一个写着林梦的包裹 打电话过去才从寄件人那里得知 这是林梦遗留在他们那里的 既然现在人已经出事了 所以对方想物归远处 包裹里是一把车钥匙 保安找到后瞬间喜笑颜开 向中了几个衣食的 隔日阿东醒来后发现了桌上的文件 知道郭队他们已经查到了杨明山 于是迅速跑到废楼里准备销毁冰箱 可正是郭队和大文也已赶到 阿东加快速度将整桶汽油倒进冰箱 等郭队赶到时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为了救火不幸被掉下来的木板砸中 当场昏迷 阿东深知自己已经陷进了两个案子的泥潭 他不想再有人因自己遇害 于是拼命把人拉了出来 谁料联系不到郭队的大文在这时候找不上来 阿东拼尽全部力气跑出大楼逃进树林 大文被体重限制一直没追上人半路还挽了脚 阿东脚底一划掉进沟里阴差阳错捕过了追 把郭队送到医院后大文迅速找到了阿东 可此时男主依然很镇定 戴上眼睛打开门表示自己一直在家里看剧 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再次混了过去 不久之后非杀人小说的主创们举行了媒体见面会 当记者问阿东是如何准备功课时 他的回答惊呆了现场所有人 我杀过人 我认真的 开玩笑的 记者们哄堂而笑以为这真是个玩笑 只有阿东清楚自己是实话实说 晚上保安哥去小路所在的饭馆吃饭 他很嘚瑟地表示自己最近发了笔小菜准备与金主见面 虽然他没有细说 但这笔才估计就是林梦的那辆车 同时保安哥还劝小路 十年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短 他和阿东肯定还会附和的 而此时下班的男主收到了女友留下的一个包裹 外面纸条上写着快过七了计的去验车 不料就在他仔细端向时却在纸条上发现了端倪 写字的压痕正是保安哥留下的 阿东立刻给对方打电话 问他是不是知道杀死林梦的凶手 保安哥一听非常警惕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紧接着表示自己有事要忙就把电话挂 阿东知道只有抓到真凶他才能洗掉谋杀林梦的嫌疑 所以立刻赶到了语稿 可惜还是来迟一步保安哥已经被人割吼 而报案人正是小路 他发现保安哥的钱包落在了饭店 于是出去找人结果却目睹了命案现场 更倒霉的是这一次阿东同样脱不了干系 因为死者生前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他打 你一直说自己跟命案没有关系 但每件事情都会莫名其妙牵扯到你 然后证据又会巧妙被掩盖掉 如果你是无辜的 要不要好好配合警方调查 说出真相 这一次阿东没有再继续隐瞒 而是将那张纸条交给了大文 因为这是他替自己洗白的最好机会 你的意思是 简又胜是因为发现凶手是谁才被灭口的 对 我拿到张纸条就赶快打给他 他什么都不肯说 金主 他在勒索凶手吗 你是说他手上有可以威胁凶手的把柄 但是那是什么呢 他是怎么样突然发现凶手是谁的 那我摆脱嫌疑了吧 这一切可能都是你编当 简又胜发现你是凶手 勒索你 所以你杀了他 可不可以冷静一点 大文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从表情看已经对阿东有所改观了 虽说俩人已经分手 但小路毕竟看到了命案 阿东实在不放心于是找到人想陪陪他 原来最先发现保安哥被割喉的是阿东 随后才是小路 不过他一直都相信男友蠢归蠢 但绝对不可能杀人 所以一听到警报声就让阿东先走了 之后做笔录时也没有提及阿东在现场的事情 小路依然耿耿于怀 无法原谅男友 所以这次见面也是不欢而散 回到公寓后阿东去看望保安哥的妻子 没想到家里面竟然禁了人 不过好在没丢什么东西 其实有一次阿胜哥约我打麻将 突然说要打三百一百 我跟郭哥都吓了一大跳 平常一天都很哭穷的 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钱 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套 他都不愿意说 但你是家人 他应该多多少少跟你套到什么 女人回忆了半大天 只想到之前丈夫喝醉酒时曾说过一些胡话 说东西东东什么的 还说贵重的东西都在东东那里 难道保安哥提到的东东就是阿东吗 这是一个人影从门口闪过 可俩人并没有觉察到不对劲 阿东回到家后一顿翻找 甚至连楼下的垃圾桶都没放过 可惜最后一无所获 另一边郭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大文汇报了最新情况 冰箱被完全烧毁 附近也没有找到妮妮的痕迹 那条线已经断了 就在这时同事查到了保安室收发快递的记录 大文迅速赶到了寄件人所在的酒店 原来保安哥收到的那把钥匙 就是前台小妹寄过去 林梦是这里的常客开着一辆国产车 那把钥匙是在地下车库发现的 至于对方和什么人有过来往 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大唐经理不肯让他们看监控 除非有搜查令 无奈大文只好跑去社区地毯排查 可小区里开国产车的住户那么多 这么做无疑是大海捞针 晚上社区的小孩哥冒于想擦掉墙上的涂鸦 上面全都是一些指控阿东是杀人凶手的游妻子 最近爆裹的悬疑台剧非杀人小说 即将迎来大警局 谁能想到阿东只是去除了一些喊话 结果发现了哥侯案的重要线索 他拿着钥匙很快找到了林梦的车 可没想到下一秒就差点被撞死 当他醒来后已经被人绑到了码头的集装箱里 而这个人正是管委会的主任陈叔 他坦白是自己杀了林梦 他和妻子结婚十多年早已没了激情 直到遇见林梦才再次有了爱的感觉 可没想到某一天对方竟然直接登门拜访 他没想到林梦居然这么大呢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自己的家庭迟早有一天会破碎 而林梦又不愿与自己分身 所以万般无奈下只好在他的排卵针里下毒 想一了百了 林梦一直都有针头恐惧症 所以每次打针都是拜托别人来帮忙 由于是慢性毒药毒发需要时间 当晚上去查验时才看到阿东竟然也在那里 那时林梦还没有完全死透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掐死了他 然后当场调换酒杯带走手机并按下了报警按钮 当初这么做原本是想嫁祸阿东 但没想到事情并为如愿 阿东的一系列操作让他摸不着头脑 当郭队来查看手机铃声时便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连夜把车撬开将林梦手机放到了阿东车的缝隙里 谁料这次嫁祸依然没能成功 没多久他便收到了保安哥寄来的信 我不是说好吗我把钱给你你把东西还我 为什么你可以突然改靠 提高价钱应该还好吧 没有钱了 那没有钱就去坐牢 你老婆跟小孩怎么办 你难道不愿意为了看人牺牲一点吗 你把东西还我 你为什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但我只是跟你怎么样 为了我的家庭自私而已 请你不要忘了 是你先开始 是你杀人 本来就应该要付出代价 不要什么 做人可不能太贪 保安哥如果履行承诺 拿了那部分钱和家人远走高飞 恐怕也不至于丧命 至此林梦案的原委全部理清 陈叔表示自己想回归正常生活 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替罪羊 他直接把阿东套进绳套 准备制造畏罪自杀的假象 与此同时下班回家的郭队 碰到了胎记哥和他母亲喝酒 盛情难却便坐下来赔了几杯 结果聊天中方仪突然提到 林梦这个人很做作 每次约出来喝酒只喝红酒 看不起那些喝威士忌和其他酒的人 就算打死都不会沾一口 一句话让郭队意识到了问题 所在立刻跑回警局 让大文找出了林梦案的相关证据 仔细一看果然有问题 现场验出有毒物的酒杯里 装的却是威士忌 之前我们提到过方怡和林梦 是同一家航空公司的员物 所以他对林梦的了解绝对没错 一个从来不喝威士忌的人 酒杯里为什么会有这种酒量 而且上面还有林梦的指纹和唇印 误导 凶手想要误导我们警方调查的方向 为了什么 额高姑是会延迟发作的毒物 我们一直以为凶手是在当晚下了毒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凶手在白天就已经下了毒 到了晚上 林梦开始毒性发作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凶手到现场的时候 林梦却还没有死 导致凶手必须要掐死 既然他已经下毒了又掐死他 为什么还要制造酒杯里面有毒的假象 误导一些 这本年就是有人要栽赃给我 不过你们不可能因为一只手机 就当冤枉无辜的人吧 嫁祸 当晚屋子里面不止两个人 假如说凶手所做的一切 都是想要栽赃给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当晚的林梦在一起的人 不容易啊 郭队的智商总算再现了一次 他随即给阿东打电话 只是这时候阿东已经奄奄一息 好在小路遇到了过来收租的房东大妈 这才想起来给阿东打电话 而此时男主还剩下最后一点力气 他用尽全力靠语音指令接通的电话 写电话 呃 喂 东东 张子东 张子东 小路迅速跑去报警 而此刻郭队他们也准备出发找人 根据通话定位很快便来到了集装箱码头 这大概就是命不该绝吧 一切都要感谢房东大妈他出现了一态是时候 一番寻找终于在其中一个集装箱里找到了阿东 此时他已经晕死过去 小路直接解开绳子将阿东放了下来 好在解救的及时没一会儿人便苏醒把陈叔供了出去 随后大文带队当场以杀人未遂的名义将其代理 可光有人正没有物证依然无法定罪 更何况陈叔也不承认自己杀过人 而是将所有的锅都推给了阿东 认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更何况他听说保安小哥是因为捡到了凶手的车钥匙才会被杀 可自己的钥匙一直都在身上从来没有理解 凶手怎么会是自己 而且这种钥匙根本配不到只能回原厂 我们已经查到杀人的凶器 这也是独针 这也是张子东说的吧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他连凶器都知道 他说是你告诉他的 这应该不是张子东第一次说谎对吧 虽然阿东坦白林梦初是当晚自己在他房间 但由于之前在审问时没有说实话 所以导致警方对他的话也是半信半疑 陈叔的反问顿时让大文无话可说 随后又表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只剩下不到半年的生存期 如果凶手真是他的话 还有必要大费周章嫁祸给别人吗 三言两语就成功扰乱了警方的判断 看来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相关物证 而在搜寻证据的过程中 陈太太突然把大文拉到一边 表示自己的丈夫绝对不可能是凶手 因为全社区都知道他的为人 大文安慰他不要着急眼睛 却瞅见了一旁的垃圾堆 要不说他是天生干行真的料 很快便在一个垃圾袋里找到了针管和空药品 只要提取到上面的指纹和陈叔一比对 便能坐视凶手到底是谁 隔日终于有了鉴定结果 针管上供提取到两枚指纹 其中一枚属于死者林梦 但另外一枚却并不是陈叔而是一名女性 而且和陈太以及他们的女儿都不匹配 这样的结果让阿东再次陷入麻烦之中 显然陈叔之前并没有说全部实话 如果凶手不是他的话那又会是谁呢 你跟郭柯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阿东从白天想到了黑夜 再看到他和女友的那张合照时 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妙 因为小陆和林梦也发生过不愉快 从之前胎记小哥所看到的情况判断 小陆对林梦应该是恨之入骨 否则也不会在人死后还要破坏他的车子 想到这里阿东立刻将女友约了出去 说是要约会来弥补自己对他的亏欠 实际上一上车就拨通了郭队的电话 并将之前陈叔和他说的话原模原样说给了小陆 只是当事人已经变成了他自己 我知道林梦他不敢自己打针 所以我在他的排卵针里面下毒 想要嫁祸给别人 我没想到那个人 对不起 可能啊 吃哈毒干嘛 你又没留杀他 你应该知道我跟他偷情很久 我知道你很爱我 但是那时候我好累 我觉得我们好像变成一种责任 但是认识林梦之后 我又有爱人的感觉 那时候我越来越心虚 于是我想要弥补 然后把那个弥补的心情就把它当作是爱 那林梦他又死成了 死都没愿意分手 他说要让我身败名列 于是我只好喊下心 梦真的很笨 我准备 我几乎就在你面前杀死阿胜 然后你还叫我快跑 我本来想要把这一次全部推到快死的城镜盒身上 我还去布置他的钥匙交给小琴 然后假装自己被吊起来 让你来救我 让你这样子来好不好 让我为什么要这样的胡说八道啊 我没有胡说八道啊小璐 小璐显然不相信曾经的枕边人会做出这种事情 可阿东却表示自己并没有胡说八道 之所以向他坦白是因为自己还做错了一件事情 说话间便停车把小璐带到了埋葬咪咪的里面 但我欠你很多 我为这个角色我已经努力了十年了 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吧 所以你可以再帮我一个忙吗 如果你连同你你的事去跟警察认罪 要不我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我们回家好不好 我们回家好不好 我们可以想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个 那所以我们回家好不好 那如果不行的话 你需要今天晚上就可以结束这一集 《非杀人》小说终于迎来大结局 这一集的反转简直一个接着一个 根本想象不到林梦案的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 阿东原本想把自己误杀宁依的事情推到女友身上 他不能因为这起案子而毁了自己的演员生涯 就在阿东准备刺向女友的一瞬间 郭队带着大文感到阻止了他 很快媒体报道了此次案件 阿东被当成嫌疑人去还原案发现场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大文却突然跑来 要看一下陈太太手里的车钥匙 原来刚刚小孩哥瞥见了他的车钥匙 好像就是下雨天 阿东在海报后面找到的那一把 起初对方并不愿意交出来 但大文非常坚持 如果心里没鬼的话 就光明正大的接受检查 这也是自证清白的一个机会 对就是这把钥匙 上面还沾有游戏 是东东哥哥捡到的 哎呀小琪你怎么没跟她说啊 黄老师 你怎么能让无辜的人背下所有的罪 哎呦贵方啊 你不会良心不安吧 你叫金额怎么看你 小琪怎么接受我交的母亲 贵方没关系 人认识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 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 你不用说我姐姐 不是你 不是 不是妈妈 小琪 钥匙是我拿的 林梦姐姐一直被我害死 在小女孩的回忆下 林梦按真相终于要水落石说 事情还要从她搬来公寓的那天说起 当时自己正要和母亲出门 结果看到林梦的一瞬间 母亲整个人都傻了 事后才得知二人是彼此的初恋 大学时相识相知交往了两年 但在毕业的时候 林梦说他们之间没有未来 最后才选择狠心分手 公寓门前的再次见面 是他们分手后首次相遇 之后两人旧情复燃 陈泰不想再偷偷摸摸地 想光明正大在一起 于是和老公提出了离婚 然而没想到在最后一刻 林梦居然和数十年前一样 再次抛弃了自己 什么意思 为什么跟顶将军男生没来远去的 我想要一段正常的感情关系 你疯了吗 她有女朋友 你也有老公了 所以你一直说 我们俩这样交往不正常吗 我们哪里不正常 我们不是很相爱吗 我想要有自己的孩子 对不起 我以为我可以在乎 没有一个女人能承受住被同一个人连续抛弃两次 悲痛之余陈泰见身恨意 先是给林梦注射了毒药 接着又掐死了她 陈先生知道后 不光没有埋怨妻子背叛自己 甚至还决定把所有事情都揽在她身上 所以才有了绑架阿东的事情 其实在医院的时候 陈泰就找过阿东 因为整理行车记录仪的时候 她发现了一段录像 视频内容正是林梦和小璐发生冲突的那一段 两人闹掰之前 小璐曾给林梦打过针 也就是说郭队提到的另一枚女性指纹 其实就是小璐的 当陈泰看到大文找到毒药瓶和注射管的时候 她便来医院找到了阿东 如果视频交到警方那里 小璐必然会被传唤调查 为保护女友阿东选择将罪责揽到自己身上 所以一上车才会拨通郭队的电话 并在埋妮妮的地方设计了那么一出戏 让大家都认为她是凶手 只是没想到最后竟然被小孩哥戳穿了谎言 至于女孩为什么说是自己害死了林梦 那是因为她偷听到了父女要离婚的消息 所以就想导清楚是怎么回事 结果目睹了母亲和林梦亲历的一幕 你爸爸的健康检查报告 妈妈根本不知道爸爸的癌症 姐姐 你可不可以要抢走她 我知道妈妈很爱你 甚至为了你都不想要这个家 妈妈不想要因为生病留住妈妈 她希望妈妈开心 但是我不想要妈妈走 如果他们真的离婚 妈妈就只剩一个人 她一定会装没事 但是我知道 她其实很害怕 林梦为了满足小女孩的愿望 这才选择再次伤害至爱 其实从之前胎记小哥的事情中就看得出来 林梦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可是陈泰却不明白其中缘由 被二次伤害的她因爱生恨决定报复 结果配药的时候被女儿看到 于是趁母亲出去接电话的空隙 将毒药掉了 既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最后林梦还是难逃一死呢 我看到你在药瓶里下了毒 但我换掉了 你放心 林梦姐姐没事的 对不起 我不太欺击你 我让你派人 派人在里面下毒 跟小杰 他不知道 我早就换回来 他听我叫医疚 他听我叫救救护士 你在干什么 来不及 来不及 休息很久 就是我 就是我 我不要在一天这样子的方 这就是休息 我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下去 你不要下去 果然阿东是一个妥妥的大冤主 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中一个死人的圈套 就这样林梦死在了初恋手中 而阿东被陈叔撞倒后车钥匙掉出来 恰巧被路过的女孩捡了回去 历时几个月这桩离奇的空姐谋杀案终于尘埃落定 陈家三口当即被捕难逃法律制裁 阿东因为误杀尼尼一事喜提音爽完 而为男友活了十几年的小鹿也终于为自己活了一次 他参演的话剧荣获大奖成功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荣誉殿堂 非杀人小说到这里就全部完结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可以点赞转发支持一波 主页还有更多新篇好剧 我们下期见